在瓦格纳政变虚惊场之后 大陆官媒镜头下 俄罗斯圣彼得堡生活如常 但街头警力明显增加 首都莫斯科也是一样弥漫紧张气氛 而在另一边 中国大陆怎么看这场政变 也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微博上不少大陆网友说 他们不希望普京垮台 因为一旦少了俄罗斯 中国就要毫无缓冲的面对西方国家 这场风波之中 同样支持普京的还有伊朗 但真正站出来帮普京解决问题的 无疑是白俄罗斯 除了白俄罗斯之外 车臣也表态力挺 反倒是中亚的哈萨克 根据西方媒体报道 去年发生动荡时 俄罗斯出兵帮忙 这回换老大哥有难 却传出哈萨克拒绝插手 至于敌对的西方国家 美国媒体分析 这一次的态度也很微妙 分析人士指出 西方世界不希望看到俄罗斯瓦解 毕竟一个拥有核武的普清 恐怕还是会比好几个拥有核武 而且相互斗争的小国更稳定一些 特别新闻 原来生庄志伟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